欢迎回来 台股自6月1号开放 整跌幅放宽到10%之后 今天已经是连跌3天 今天更是重挫207点 创近4个月来最大跌幅 盘中半导体电子金融全面熄火 指数盘接连灌破9500 9400及半年限关卡 大盘重挫 股王大力光 股后汉维科 今天双双成为沙盘标靶 其中股王大力光 盘中大跌200元 跌幅超过6% 法人认为在美国升息利空 与希腊问题未解 及韩国MERS疫情等外因影响 加上台股基本面动能缺缓 外资偏空操作 预估短线难拖弱势震荡格局